大家好,我是小玉 萬聖節任務結束之後又來到了感恩節任務 這次的天道版也是一樣登錄期間會送雞腿頭飾 還有什麼狗狗的氣球那些的 大家都要記得每天登錄喔 當然就是這次的維護一樣是鑽石、寶箱跟一個抽獎券 差不多就這樣而已 然後這次更新了一個豪華絲線包是190台幣 我覺得裡面的留生機蠻不錯的 之後再看看要不要開箱吧 那記得要觸發感恩節任務的話一定要重新登錄才會觸發喔 然後他的活動的會場就一樣是在萬聖節任務的地方 然後一樣你可以先去找這隻火雞 然後他這次的感恩節任務幾乎都是做一些廚藝的料理 然後派啊那些的 然後再去送給一些很遙遠的NPC就對了 反正我們就照著任務做 首先要先做派 然後記得你做派還要先做旁邊還有做些餅皮那些的 反正這次的任務蠻簡單的 然後我發現我做著做著發現他的任務一直都是無限 我不知道是不是BUG 反正就是做好東西之後就交給他 然後你就會收到這個感恩節的B 還算不錯 接下來就是去旁邊這個找這個秋收裡的NPC 他就會開始教你怎麼做 首先先做派皮 派皮就是旁邊這個地方 這邊可以先做一些派的那個派皮 做完派皮之後勒他可能你再回去找他 他就會繼續給你下一個任務 比如說你要去中間那個廚具的那個道具的地方去做一些什麼南瓜派啊檸檬派啊 然後再回去找他 回去找完之後勒他就會叫你送給一些NPC 然後你就要過去找他 然後去解任務獲得感恩節貨幣 所以其實這一次的任務沒有像萬聖節一樣那麼難 就是主要不用去抓東西也不用抽獎 所以相對來講就是像你之前做的一些什麼聖誕節任務啊一樣的 對那麼的簡單 就是獲得派然後就可以獲得一些感恩節貨幣然後去兌換 像我這一次要送的NPC是在露營區的瀑布的旁邊 底下會有一個叫做小紅帽的NPC 就是要送東西給他 送完之後勒他還會解完他的任務之後 然後他小紅帽還會叫你再送一個東西 目前我測試看來小紅帽這個任務只能觸發一次 就是他叫你做事情就只能做一次而已 然後後面就不會再出現了 反正當你接完那些NPC的任務之後又可以再回來秋手裡 他又有做無限的派給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任務就是一直無限 反正我就是一直狂刷這些 再來就是我接到的第二個 是位於市中心的什麼小聖誕 反正導航會帶著你去找他 然後你就是把東西接給他 然後他一樣也會觸發一次任務 觸發任務也是一次而已 做完就是送完他的東西就是就沒了 然後接下來我遇到的第三個NPC是位於海灘的 什麼深海大王 那叫什麼名字啊 喔深海之王 反正一樣也是接給他東西 然後他也會給你說 欸可不可以幫我買東西 然後你就過去然後幫他 對就是這麼簡單 那也是一樣只能觸發一次 然後領完就沒了 然後接下來我又去找秋手裡這個NPC 之後又接到一個叫做找南瓜的任務 這有點類似像之前找那個愛心碎片一樣 幾乎應該都是都差不多的地方啦 所以我就快速的把它找完了 一樣十個 解完任務一樣可以獲得很多的感恩節貨幣 因為是找東西嘛 所以我就快速帶過了 所以這一次的任務真的是沒有像抓鬼啊抓楓葉一樣 還要找那麼難 所以基本上這種任務都是常駐的 而且很好拿 OK我接完南瓜之後 然後我又遇到一個全新的任務 就叫做抓火雞 這個火雞是不會跑來跑去 他就是乖乖的蹲在地板上 一樣就是跟找南瓜一樣有沒有 欸他有時候會跑 但是他會亮晶晶的 所以基本上 不會像鬼一樣那麼難抓啦 就是一樣過去然後點一下就可以把它抓完了 然後抓完火雞之後 我有遇到一個是什麼 釣鮭魚的活動 不過因為我刷太多任務了 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任務就是無限給 一樣就是找這個新的NPC 然後做派皮 然後做完派皮再去找NPC 然後之後再繼續去烘烤做出什麼 什麼南瓜派那些的 做完南瓜派之後 你就會去就要繼續送NPC 送給那些NPC 然後再獲得一定一樣的感恩節貨幣 而這次活動最特別就是他兌換的次數是五次喔 就是每一個東西都可以最多就是兌換五次 之前都只有一次而已 所以我覺得算是蠻佛心的 就是如果你喜歡這些傢俱的話就可以去買 而我是先買了這個感恩節烹飪台 如果你們有任務可以無限刷的話 如果出現一隻問號就想辦法一直刷 因為搞不好你一天就能畢業了 好啦 今天的感恩節任務的更新介紹就到這裡啦 喔對了還有這一次的送禮也蠻不錯的 有出了兩個新的頭飾 我是小羽我們下次見 掰掰